世界纪录中零的头疼 因为当年来讲 是人民多希望我们的体育 就国际上能够圈头 能够有一些地位 哪一个项目 都想真正打博士业酒 但是有心给我创建 我是中国第一个 扫博士业酒 扫了世界纪录以后 那个人民的高兴 1956年11月 禅静开又连续打破两项世界纪录 人民日报立刻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 但是由于这几次世界纪录 都是在国内创下的 一些西方国家拒绝承认 人民都不相信 中国运动人能破每个运动人纪录 那根本不可能 那有些不友好的国家呢 就是讲 那是假的啊 他们是新鸡鸡鸡写出来的嘛 故事举出来的 对于这样的质疑 曾经开那个纪录 按照赛前的这个情况估计 还是苏联那个运动员 哈利公成绩最好 比赛抓紧停举完了以后 赢了这个曾经开12.5公斤 两次试举后 陈经开以130公斤的成绩名列第二 第三次试举 他只需要举起136公斤 就可以打破世界纪录 可是他却向裁判叫响了140公斤的重量 当时1845公斤我没举 他的英雄我不可能拿冠军呢 他原始什么呢 首联挂齐挂第一 中国挂第二 埃及挂第三 我一看完以后 干着了 比赛都没结束 已经明确得出来了 他手腕有伤 肩有伤 腰也有伤 说这个 过去从来在比赛当中 所没有举过的这个重量 确实 这个难度不小 这个矮小的中国运动员叫出的重量 引来了厂下的一片虚声 要对我们不咬好的 就那边的讲 哎呀他出弯抱 他敢举吗 他是我看的太多了 只咬抱 他出来都不敢出来 就是举 这时候 陈建开的小腿刚刚抽过筋 他的腰椎因不堪重贺 以及错位 身边的队友都为他深深的捏着一把汗 在一旁等候上场的陈建开 始终一言不发 他下意识的把目光投向了台下 但是我一看台下那的中国使馆的朋友 以及就是一些中国留学生 还有一些对我们要好的一些朋友 眼泪都去那边插眼泪了 多希望我们能举起来 陈建开马上就要上场 体管中瞬间鸭雀无声 上千双眼睛同时都淘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 临上场前 陈建开给队友留下一句话 他就跟我讲 他说 反正是 港银底下找人 什么叫港银底下找人 就是说 要不就去举起来 要不就给我杀胖了 当时港银底下找人 讲这么句话 他说 你在后面注意 他说 如果真正把我杀到人家里的话 你赶紧把我搬上来 所有在场的人都屏息凝视 体重56公斤的陈建开 能把140公斤的杠铃举起来吗 我就是什么样的 很震惊地出去 给我就是把杠铃拿到中间拿起来 他在欺凌之群起来的时候 我看他那个腿 小腿已经开得不行 但最后他 忍着这小腿啊 抽筋的车啊 把他挺起来 这个人 等到杠铃放一过 站不住 往退一步的时候 一下就摔掉了太阳 我上去 马上我就给他抱下来 所以后来 陈建开的上去举起来 给他们的手机工作 也带了一定的麻烦 他马上还要去找中国哥哥 过机子游了 还去找中国哥哥 把事物说的哥哥再换下来 中国运动员陈建开 获得最轻量级冠军 会场上升起了中国的五星红旗 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四年 九年的时间里 陈建开先后十次打破世界纪录 成为当时中国破世界纪录最多的运动员 从零开始 每破这些纪录 又从头来 我又有小妈妈端然练斗 破这个世界纪录 你能够每次比赛 都赢你自己 那应该世界军军 这个路就是一级角 肯定路过的 这个路口就是世界纪录 那个路口就是世界军军 如果你能够这样 那就是必行之路 所以我自己就优秀资格 每一次你都应该资给赢自己 一九六四年 连续十次打破世界纪录的陈建开